哎呀我哄我大外孙子睡觉呢 打扰再说 这好太太 哎哎长大 你回来了 煮元宵呢 啊我准备弄元宵呢 一会儿师父他们回来咱就煮 好好好 你看行不 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老丫头你咋的了 啊没咋的 不这是没咋的表情吗 啊啊 你来一下 我明白咋回事了 啥意思 你看元宵节前 咱家不有传统吗 男人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送礼物 对啊 你看大米粒 二米粒 他都有礼物 小米粒不是一个人吗 就没人给他送礼物 明白了 这事好吧 那个老丫头啊 啊 这个我刚才看见田笨笨了 啊 他让我把这个 给你烧来 田笨笨让你给我的 啊 他说是送你的礼物 送我的啊 这田笨笨搞什么鬼这是 不是这男孩给女孩送东西 他能搞什么鬼啊 真行 哎 我说老东西 哎 给我买啥礼物了 快拿咱屋的我看看 啊 不是 杠哥 哎 你过来来 怎么的 你给大米粒的礼物买来了吗 我买了 他这呢 太好了借我用用啊 不行不行 为啥不行啊 我这礼物你不能送给妈 为啥呀 不是 你不管为啥就是不行 哎呀 我跟你说 你要是能买给大米粒的礼物 我送给你妈正合适 是不是胶皮手套 不是 就这么地吧 爸 不是 你平时那众人伪乐的精神都哪去了 你说你个精彩的 老板我来了 哎 不行 我这精神您送给我妈 我妈就神经了 大姐夫 爸 哎呀 来来来来 我年好 哈哈 哎呀 操着把火这干什么 我这孩子还小呢 你别吓着他 不是 大过节的你元宵整好了没有 都回来了 我就等你们呢 赶紧再整 好好好 哎呀 不差这一两分钟 你回来吧 哈哈哈哈 我大姐夫啥都听我的 哎 咱们家过节有一项规定 优良的传统 啊 男人必须给现在的女人送礼物 你别忘了啊 我知道 哎 我给我媳妇二米粒 买了精美的礼物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一定是来这显摆来了 什么叫显摆 我今天生意做的不错 挣钱了 哈哈哈 地方联居们 都吃了吗 欢迎到我们社区食堂来吃饭啊 我们社区食堂办的可火了 一个人没有 哈哈哈哈 您吃点啥 这我就不看了 你给我来一盘红色的眼泪 早晚了 油炸花生米 哈哈哈哈 这有 哈哈 看啥呀 起菜吧 不加点啥呀 加两把椅子 哈哈哈哈 啊 行 哎呀 陈总 你看 您今天不喝点啥呀 喝的我都带了 啊 光良五酒 我怕你这没有 哈哈 有 还不少 还不少 光良五酒 人生路好走 喝酒就喝光良五酒 哈哈哈 行啊 哦 你那太多我喝不了 我就喝这一瓶就行啊 哎呀 都说前总大方 前总啊 您真大方 嘿嘿嘿 二姐夫哎呀 哎呦我 哎呦我 请客呢 你可真有贤心啊 咋的了 那个我把车借给你之后 你把车给我还哪去了啊 我就把车停在你那个物业门口了 物业门口那个车牌子是我的啊 但是那个车肯定不是我的那车肯定是你的我停的 肯定不是啊 你看啊 咋的 那个车啊 从后尾登啊 一直到前车等啊 移到洞贯线呢 可快刮漏了 怎么回事 车顶上还扣我大弹钩 怎么回事 不是 笨笨啊 车借给我以后我开出去给创了 这可不不愿我一人啊 等会儿 二姐夫 还有两 还有两啊 你拿我车出去拉活去了 没有啊 哎呀我拉什么活 二姐夫以后这车我肯定不能再借你了 哎呦我拉你 哎喂你好 啊 大蛋糕车 不是我的 你的 哎对对对是我的是我的不好意思啊 啥啊我我现在就给你弄车 哎呦我天二姐夫你你说你把我车整了你怎么着气呢 笨笨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田总 我请的人走了 走啥走没来呢我请的人 啊 我不问你来没来 您的菜呀 齐了 齐了放这吧 齐了 这可咋子 哎呦我 别了快 哎小脸你来了 哎呦我刚才看着一个酿事的 啥 我说酿事的 我说一个酿事的 你能明白吗 什么明白我明白啥 我跟你说我看着一个 一个移动的 大蛋糕 你是不是看见一个蛋糕车 对对对对对 那是我的杰作啊 哦 二姐过生日你想给他惊喜行啊 这过啥生日啊那是我创的 是我知道你创作的 出事故了 刀就出事故了 撞着 明白了吧 我的妈你怼蛋糕店里了 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找你帮忙的 是这么回事啊 我今天开车厨去了啊 说呀 我说不清楚啊 什么 你这样你这样 哎呀 来 上车我跟你说 上车呀 二姐不你错懵了 咋的 你让大伙看看这哪有车呀 这假如就是一台车 你上来 我给你把这事跟你说清楚 哦 你想让我跟你清醒在线 明白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上车呀 你这玩蛋玩意 你这 你靠你顶住吗 真顶住 这疯了是他往这拿 咋着人没走的咋着 我也想着啊 站着站着别着急 我把蛋糕拿走 把它支别一边去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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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小俩 阿姨 我先走了啊 啊 好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姑娘啊 你也太有心了 这十多年都没想起妈过生日 妈今天过生日你记着啦 妈你今天过生日啊 你别跟妈这开玩笑了 大蛋糕都买了 我说你咋带我到这儿的呢 原来是想跟我姑爷 一块给我过生日啊 来来来来来 咱们一块切蛋糕 他切 这蛋糕是余小脸的 是余小脸给我妈买的 对阿姨 你这我 你来吧你就来吧 哈哈哈 啊 那个阿姨是我买的 祝您生日 快乐 哎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啥人的啊 保洁买的 说你买的 保洁是谁呀 保洁 阿姨啊 保洁 保洁啊 保洁阿姨 保洁是个阿姨的 干活了 哈哈哈 哎呀 你看姑娘啊 妈就过回生日 你跟人保洁阿姨说 干啥呀 他人咋没来呢 他呀 来了 我这紧赶半赶的 可终于赶上了 我好气啊 那 那不等等我 跑那么快干啥呢 哎呀 都等我呢吧 等你呢 别儿呢 别儿呢 等你呢 穿 往里穿 穿穿穿穿 哎呀 哇哇别客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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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蛋糕喜欢不 喜欢 特别喜欢 哈哈哈 蜡烛插上呀 哎哎 把蜡烛插上 来来来来 咱们一块 啊 哎呦 真漂亮啊 来 哎呦 插上蜡烛 你好 超访了 但是点上 点上 点点点 来来来 点上 点上 听他的 点上了 你看这多漂亮的蛋糕啊 这大伙都来齐了 来 咱们一块儿吹吧 来 一块儿吹 来 哎呀 这怎么能带错了呢 小脸 许个愿吧 小脸 能许吗 不许 不许 那个什么 还是 你老许吧 他什么呀 你阿姨 小脸啊 他是谁呀 宝洁阿姨 这是我 宝洁 阿姨 我是宝洁 阿姨 您好 别别别别 你别管我叫阿姨 她不叫岔味了吗 我应该管你叫老妹 你咋长得这么年轻啊 咋保养的啊 她 我有点懵呢 怎么 你别懵 还得感谢你呢 知道过生日 买个这么漂亮的蛋糕 哎呀 那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行了 行了 既然大伙都高兴啊 妈今天特别高兴 那咱们就选个日子 赶紧结婚 啊 这事 您能做主吗 我是他妈 我干啥不能做主啊 小脸 你妈来了 怎么不先告我一声呢 你弄错了 我是他妈 这是我姑娘 这是我姑爷 那我是谁啊 你不是宝洁阿姨吗 我叫李宝洁 我不是打扫卫生的 你是谁不重要啊 咱们赶紧宣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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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宣个日子多好事 哎 哎 小脸 小脸 你俩赶紧宣个日子 你干什么好呢 討厌不讨厌啊 我停个车关他什么事 哎对我包呢 包呢 哎 老你个前顺风 真的眼睛说瞎话是吧 看我怎么知道 让我上车顶上 谁不敢亮 谁怕谁呢 哎呀 哎呀行了 哎呀 这包还真找上来 你说讨厌不讨厌 这小黄就是我们小区最讨厌的人 不是 我说真的 我跟你说男士啊 千万别找他 找了他 我告诉你 矫情死你 你说谁矫情的 你说小黄呢 小黄 跑我车顶上干什么去了 不是你邀请我上来的吗 不是你站这么高 你不害怕呀 你赶紧下来 你刚才不是觉得我个子矮了吗 现在我高了 仰视我吧 不是 小黄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刚才 你别在我车上晾衣服 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你的车吗 啊 再说了 你车停这儿我往哪儿晾 要不你当衣杆子给我晾啊 行行行 哎呦你别摔着 你这多危险呢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你慢点慢点啊 把衣服递给我 我拿着 我给你晾 呦 前顺风 哎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啥呢 咋了 你不就想把我骗下去吗 都是本地狐狸 给我俩装雕呢 老师 老师 看你家来客人了 我就先走了 顺风 你先别走 我跟你说 怎么了 那个 他爸都有了五千块钱 我没来得及去取 你你你借我一千 赶紧赶紧给你打货走 别丢阴了 好不好 我取了马上还你 哎呀 这不巧 我没带呀 你你一个大老板 哪一天这个包 都不得撞个万八千了 对不对 你借个房 房属肯定还你 行行行 你就给他垫上就不就完了吗 行是是是少不了你的啊 王哥 我借你钱可以 但这事我得弄清楚啊 您您弄呢 激冷点啊 哎哎 嘿嘿 兄弟啊 嗯 不是 哥 你这眼睛怎么碎的呀 掉地去了 他怎么掉地下的 他给我碰掉地去了 他怎么给你碰掉地去了 就是他一碰我掉地去了 是吗小天 我没碰 碰了 没碰 碰了 没碰 没碰 等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吧 你看看吧 一个说碰了 一个说没碰过 我这怎么分辨呀 你这样兄弟 你俩给我演示一下 情景在线 要确实是他碰的 没关系 一千块钱 我给你一千块钱 完了吗 啊 啊 来 来 来 看着啊 等会儿再来再来 这没碰着啊 是再来别着急 不是不是我是在这边 对吧 我在这边 这是他这刻他也碰不着你 我在我在这边你看你看 我看出来了 他掉地下了 眼镜没掉啊 怎么没掉 当时掉了 当时我眼睛戴的低啊 哦 戴的低啊 哎 这就掉了 你把眼镜戴脚上了 你脚上长眼睛啊 对啊 我脚上长眼呢 长了个鸡眼呢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啊 你问他到底是不是他踩的 你问他 毛鸡 是你踩的吗 是 我问你 是你踩的吗 确实是我踩的 去 我眼睛都快眨瞎了 你不明白 这是什么钱 G7钱 你昨天一台卖的 250 谁给你竞力价是250啊 你告诉我说一台250 我说的是一台正250 你说是一台卖250 我说的是正 正 正 我说的是卖 卖 哎呀我的妈 你啥人都呀 哎呀 这说了 这就怎么办啊 爷爷 那三十台 也是这下卖出去的啊 哪有家 哪有家 你坑人了我的爷爷呀 哎呦我的妈呀 你这坑老人了都啊 哎呦我 不知道孩子 孩子 那是什么 不不 孩子 孩子 我给你 听爷爷讲 听爷爷讲 钱 钱 做买卖 做买卖哪有不配的 对不对 谁敢说你开买卖就挣钱 都得配 对不对 以后他再挣 我给你算了 没配多少 这把就配三个来块钱呗 你真正想的啊 我跟你说 我的爷爷 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 干事 就不要怕失败 因为失败 是成功他妈 啊 人生的路 哪能那么 没有坎坷呀 哪能那么平坦呢 爷爷 对不对 你要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 我是拿你的养老金 上的货 我那个养老金才 你哪不养老金上的货 哎呦我的妈 你的孩子 你这么大的事 你不和我上来吧 爷爷 回来回来 回来回来 听我说爷爷 有位爷爷说的好 哎呦我的妈妈 哪有不赔的啊 没赔多少 才赔三万多块钱 三十块钱 我都心疼一个月 我才 爷爷听我说 有位爷爷的爷爷 还说过 失败是成功他妈 人生的道路 哪能一路平坦 都得遇上那儿 勾勾勾勾啥啥的 你白说这些没有用力 你说现在怎么办 那个 爷爷 你看站住啊 你给那个 你给饭奶奶打电话 打电话 他这货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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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卖能行吗 不卖能行吗 他都买去了 他说他这个货特别便宜 还好使 结果那三十台银 他定了 定金都可以了 我买过去 定金呢 啊 陈春风 外飞有人了 啊 不可能 就把你家前日班长了一个小土豆子似的啊 对的 我跟你说啊 这么的 我说是说不清楚 我给你演一遍啊 就在刚才 我在那儿 你家陈春风就从外面进来了 就跟小猫似的就这样 尿翘的 然后他就接了一个电话 什么 我只要你 没有你我不行 你也听 他还巴巴的给他选什么 结婚纪念日礼物呢 这弄半天到外边还有人呢 看来这回啊 我送他啥他都不能满意了 对不 有一件礼物他能满意 啥呀 离婚证 别哭了啊 哎呀你别哭了 你哭有用吗 那这么的啊 咱就给他来个将近就近 他不是让你送的礼物吗 你就送一个全新的你自己 啥意思啊 整容 别闹 整成这样多磕着呢 再说咱妈咱妈也不能干呢 哎呀假的 主要目的是想考验考验他 怎么考验 你听我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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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 啊 啊 对了 老范呢 别喊他 你要喊他我马上就走啊 回来回来回来 挺大老爷们小心眼的 我都不在乎 你看你还 老范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你看看谁来了 你看看谁来了 请看 师弟 真是我师弟 师弟 你别喝这 师弟 真的是你吗 我不是我 我是我的模仿秀 真没想到咱俩俩还能在这看见 咋的 你还想在坟头上看呢 当时大夫说你得那个病 所以一发病了就昏迷不醒 就跟着植物人一样 我让你失望了 我从植物人变成动物人的 师弟我知道 我知道你有病 什么事都不明白 可是我想你 我总想时不时的就想给你发个微信 发啥微信呢 我要知道你这么惦记我 我早应该给你托个梦 行行行行行 你说你俩落的这啥哥人 给我照的迷迷登登的 师弟 快点快点 请坐请坐 来 你说你哥俩 一见面就强 这到底是为了啥呀 你听他 老范 咋回事啊 半年前 他来电话 让我陪他去医院 去看个病 结果到医院一诊断 医生说他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大夫告诉我说 你得的这病啊 就后半生就躺着床着喘气吧 你的态度行不行 什么煎饼果子呀 我真没钱呢 我跟你说这事就怪你 你知道不 你说你挺大一小伙子 骑车毛毛隆隆的 就晚上骑车后皮又后皮又要躲 谁毛毛隆隆的了 我都老稳定了 雨下那么大 视线就不好 那路口啊 我都走八百来回了 那不让停车 今天可都好 停个车还黑散的 那不违停吗 小姨父爷爷 那车是你停的不 我停的怎么了 你违章了 谁违章了 我这有证据 交警给你贴的罚单 我是从你车上撕下来的 我想回头连一车 刚才马虎马虎给忘了 小姨父爷爷 你违章了 你全责 你还得陪我电章车呢 爷爷 你让我看看 什么玩意儿 你看什么 小姨父 你真你可过分了 我饿了 你饿了你不能吃我呀 你饿了 不是你让我看一眼 我没看清 什么玩意儿我看看 小姨父 你饿 你饿那玩意儿吃完不消化 来吧 这不是故意儿 坐这儿唠唠吧 来 坐这儿唠唠唠唠唠唠唠 唠唠唠 行 唠唠唠吧 在那 那边 这边是被告啊 对 你别挤动啊 唠唠唠 说吧 我真的 咋赔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臭你干啥的出 你看 我吧 本来公司要罚我三千 我在赔你车五百 交警还罚几百 你说加起来我四千块钱上哪找去 你来上马车上马车我不管 你帮我劝劝他 你俩这事闹的 喂 啊经理啊 挪什么车呀 交警都贴罚单了 回去我去处理吧 他门 他门 不要了 钱不要了 他不要了 快坐下 我从头给你们说 快点打 知道吗 今天不是发大水吗 大水把我们公司 门口的井盖给冲跑了 那个井就裸露在外 咕嘟咕嘟的 我瞎么糊吃的 把车停到井上了 现在 人家这个 环卫工人要去通井 让我挪车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因为我的车 在井上 多少人 没掉下去 我救了多少人的命 我的天哪 小姨哥 那你这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吗 我们经理说了 三千不罚我 还奖励给我三千呢 小恰 你那三千我不要了 你那五百万 我给你 哎呦 我到公司去领奖金 小姨爷爷 我的钱我也不要了 啊 为什么呀 你良心发现了 不是 你看是这回事不啊 你要不瞎么糊吃的 把那车停了井盖上 我是不是调理了 小姨婆 他瞎么糊吃这件有可能啊 你瞎么糊吃你救了我一条命啊 哎呦 小姨爷爷 快起来快起来 我没跪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倩啊 你能跟小姨父爷爷说这番话 我很欣慰 所以说我要发表一下感想 生活 有时不易 但是总是出其不易 哈哈